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1月12日 英超第12轮重磅戏码将在周一凌晨打响 车路市将在史丹福桥球场迎接曼城的挑战 主队近况有所复苏 但相较于来势汹汹的曼城还是有所差距 更何况对赛处于绝对劣势 车路市是一主场难有招架之力 上轮伦敦打比面对热刺 车路市踢得还不错 在开场仅6分钟就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由高尔 彭马颁平比分 尼古拉斯基辰上演帽子戏法 最终送给对手赛季首败 实现北伐胜利 其实从目前11轮联赛交出4胜3和4负15分 排名中游的成绩来看 篮军表现只能说马马虎虎 但有几场重头戏还是相当不错的 面对利物浦 阿仙奴和热刺取得了一胜二和保持不败 这让他们面对强敌时有了一丝底气 看过车路市的比赛不难发现 有不少场次均会出现光打雷不下雨的情况 例如此前面对宾福特和诺定贤森林书波的场次就是如此 尼古拉斯基陈和拉迁史达宁的射门效率饱受质疑 色内加尔国脚多次射失良机已经引起球迷吐槽 这些场面都是球队赛季以来的真实写照 更为不利的是 车载近年对阵篮月亮毫无优势可言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进攻乏力 居然连续6场进攻端挂领 这让高尔彭马等攻击手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 本场比赛高尔彭马和拉迁史达宁均是面对老冬架 他们肯定希望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从临场布置来说 高尔彭马会受到哥迪奥拿的特殊关照 毕竟此子近四轮英超攻入三波 是篮军表现最稳定的攻击手之一 阵容方面 前锋基斯杜华尼昆古和后卫维斯利科芬拿等人因伤缺阵 近三场比赛对于曼城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走访奥托福球场 痛击死敌曼连 赢下万众瞩目的曼氏达比 其次在主场血洗班尼茅夫 并且伴随着竞争对手接连失分 在11轮联赛战罢后重登积分榜榜首 然后欧冠联方面 上仗轻松拿下年轻人 已经提前晋级16强 这是队史连续11个赛季杀入到淘汰赛 哥迪奥拿的球队真的很强势 在此前被枪手凌风击败之后 如今斩获一波强势五连胜 期间合计攻入恐怖的17球 除了依旧强势的爱宁夏兰特之外 阻力安爱华里斯 谢力美杜谷和菲尔科顿等 多人均有突出表现 其中谢力美杜谷上轮联赛 一射四传独造五球 菲尔科顿进三场连场破门 有时候看篮月亮的比赛 你会感到赏心悦目高的控球率但又不乏味 场面上踢得很流畅 很有默契战术素养很好 这或许就是一支真冠球队该有的东西 曼城的做客表现还是较未突出的 虽说不久前有过连富狼队和阿仙奴的低迷表现 但过去几个赛季以来 球队做客积分几乎是整个英超数一数二的水准 更别说自2021年欧冠联决赛不敌车路式失冠之后 戈迪奥拿每逢遇到篮军都会使出全力 目前手握一波对赛六连胜的压倒性优势 此番自然可以对篮月亮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中场奇云迪布尼和后卫约翰史东斯等人因不同原因缺席 相关数据 一 双方过去六次各项赛事交战 曼城皆以凌峰自态获 胜 其中英超方面已完成四杀 最终比分均为1比0 二 车路式过去13个英超主场战绩 位移胜6合6辅跨赛季 唯一一场胜利是3比0击败卢顿 三 车路式在2023年里的18场英超主场中 有9场没有进球其中包括最近4场中的3场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 2点3 2点3 0 3 4 2点3 6 2 2 2 1 1 2 2